先感謝很多義務律師 願意幫忙我 做一些司法的協助 那當然我跟很多義務律師 都在討論法律的策略 就是策略面是很廣泛 其實以法律來說 它不是像大家想像中 這麼簡單的 所以需要很長的時間 收集證據 然後做一些策略面的討論 所以目前 其實還沒有初步的結論 你想吧 可是我都有在持續 跟這些義務律師做討論 積極在準備當中 针對這次可能派送的問題 會不會覺得說 可能會有延遲 因為新北市政府覺得說 可能要通知衛生單位 才能夠派車 可是教訓說 這邊好像也不會覺得 其實是隨時都可以派車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 好像小朋友就這樣 被犧牲了呢 對延遲派車 這部分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只有新北市政府獨創的SOP 全台灣其他縣市是同步出車 同步聯繫衛生局 那新北市獨創的SOP 消防局的派車要衛生局同意 一棟等一棟 那你新北市政府最大問題 是衛生局為什麼 沒有24小時值班的人 你找不到人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消失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所以你說有沒有延誤送贏 答案是肯定的 那爸請教一下就是 呃侯市長在早上的時候 你說是道歉 那這樣子的道歉 你接受嗎 呃 首先我必須說 我看到他的態度改變 可是我希望他能做到 是更具體的承諾 什麼叫具體的承諾 第一個 他們從事發到現在 據我所知 他們內部已經有檢討報告 這份檢討報告 能夠提供給社會大眾去 去確認 包含我去討論 第二個 他能不能再一次 做一個內部的行政調查 唯有完善的行政調查 加檢討報告 把這些東西 所有的諸多的缺失 後續的改善 已經做了哪些 哪些還持續需要精進 需要全面被攤開的陽光下去檢驗 這不只是為了NN 因為我知道NN已經走了 他是小騙士 他不會回來 可是可以救到很多 以後未來的人 為什麼 因為如果所有的該做的SOP 大家都確認 都改進了 我相信 這可以避免以後 更多的遺憾跟悲劇發生 不只是幼童 也有可能是老人 甚至中壯人 大家都有可能受害 我希望他要痛滴思痛 做一個完整的行政調查 所有的書是所有的環節 全部調查出來 把所有真相還原出來 這才是所謂的誠懇的負責跟道歉 而不是嘴巴上說一說而已 恩巴那請教一下 你覺得侯友宜派有需要下台負責嗎 下不下台不是我個人可以評論的 可是我知道 因為他是民選市長 我沒辦法指明他要下台 我只希望他把前面行政報告完成 公諸於世 那他底下政務官 局處首長都是政務官 當然要下台負責 第一個 所以該下台是衛生局的陳局長 因為你衛生局掌握這麼大的派車權力 你卻沒有緊急的作為 或設計這套SOP的人是誰 是局長您嗎 還是還有人比你專業 我不相信 您貴為衛生局的陳局長 你超級專業的 你訂了這個SOP 結果你底下的人是這樣取制 你不需要下台負責 第二個 消防局的黃局長 你多次的 侮蔑了你基層弟兄的努力 第一個 你提告張經維北棒罪 第二個 你提告吹哨者 明明整件事情 關鍵的橫向通聯錄音出來之後 你底下消防局基層弟兄是多麼的努力 想要搶救耳骨的生命 受限於你們 新北市衛生局主創的SOP 結果你 不但不 保障你同仁的安全 捍衛你同仁清白 你還配合去演戲 然後多方的阻撓 你把你所有基層校長弟兄的尊嚴 踩踏在地板上 你不需要下台負責嗎 所以我直接點名這兩個局長要下台負責 那恩爸會不會覺得當時在接電話的時候有一段是衛生局有 震笑發出笑聲 你會覺得這樣的狀況很誇張嗎 會不會做提告的動作 第一個 我相信疫情兩年多下來大家都真的很累 可是既然你衛生局訂了這個SOP 你要有24小時的值班人員 我覺得接電話那人員感覺是臨時被抓過 他好像也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他不知道他處理面對的是一條關鍵的人命 他覺得只是一般的行政流程而已 所以我能怪他嗎 我沒辦法怪他 我要怪的是整個新北市政府 你讓衛生局擔當這麼重大的責任 你的防疫派遣中心的指揮官在哪裡 感覺出來這個人是臨時被抓來接電話 你防疫派遣中心是上空槽 你沒有指揮官的狀態下 你衛生局底下同仁 當然不專業啊 你聽得出來他搞不懂消防局跟他講 什麼叫全身發指班是什麼意思 他還說可以稍等哦 現在很忙 醫院很滿 如果媽媽在進線的話叫他稍等一下 你可以看出這些衛生局同仁 沒有這些專業知識 我都覺得他們不是 所謂的防疫派遣中心的裡面的成員 他們只是被抓過來接電話 所以荒謬的是為什麼 防疫派遣中心的衛生局 沒有24小時專人指班 你專業的人去哪裡了 這才應該被檢討跟討論的地方 那我提告的話 我也不會去告這些基層人 因為如果法律側面出來的話 我相信檢察官會知道說 需要究責的對象會是誰 我的本意只是要知道所有真相而已 現在是真相都被新北市任務蓋起來 不願意提供給我 那恩爸還想請教一下說 侯友宜過去面臨喪止之痛的時候 在受訪的時候說 小孩子死了是事實 重點是責任跟善後 那你怎麼看 侯市長說得很好 我也覺得他能感同身受 可是後面整個新北市政府的所作所為 有跟他的發言一致嗎 我相信他門新可以自己質問一下 社會大眾自有公平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那現在鷹黨已經流出部分了 那現在新北市府有沒有跟你聯繫 比如說他們有想要提供一些想要的 還是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6月13號 我離開消防局之後 沒有任何新北市政府的局處首長 或任何的科員專員打電話跟我聯繫 包含昨天鷹黨曝光之後 也沒有在接獲新北市政府任何的聯繫 那其實昨天鷹黨 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都是消防局的通話錄音 不管是他播出去或是收聽鏡子 其實最關鍵是衛生局 在接獲消防局的報案之後 到衛生局回電給消防局 他們找好雙眼醫院 中間這衛生局的關鍵作為是什麼 打幾通電話 有沒有電話錄音 有沒有處置記錄 這部分我完全沒有訊息 然後這部分也還沒有真相出來 這所有真相還不是全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求 侯友宜市長要提供行政調查 結合你們之前 更早4月多完成的內部的調查報告 一起把它提供出來 攤開在陽光下 大家一起來檢視 這不只關係 這還關係了 未來更多廣大市民的生命安全 有沒有我們再問一提 就昨天我們有在蠟新聞 有聽到就是說 外面有一些聲音質疑說 那你家就離雙核醫院這麼近 為什麼你們沒有想要直接去送醫 那這部分你要不要來說明一下 好 其實大家都有聽到 我老婆的求救陰檔 其實每一通消防局都說 你再稍等一下 我們聯繫好就要出車 類似這樣 在小朋友已經昏迷貪卵的狀態下 你們覺得當下常人的反應是什麼 我當然是相信救護車會啦 今天如果第一通電話 消防局明確告訴我 不行你們確診 我們要聯絡好衛生局 可是我們自己可能也找不到衛生局 你們要等81分鐘 我當然不可能像一堆網友 事後諸葛一樣 我當然直接叫我老婆 不要管什麼隔離什麼錢 什麼的問題 直接衝出去啦 那些東西本來就不是我們在意 也是消防局告訴我們說 你稍等他們在積極聯繫當中 每一通電話都是這樣跟我們講 有人會知道 4月14號2022年的新北市 救護車要等81分鐘 如果新北市政府可以這樣子跟大家講 對不起廣大市民現在確診人數很多 疫情很嚴重 以後救護車都等81分鐘 那以後大家都不要叫救護車啦 誰會知道緊急文在小時候知道的19 竟然會變成這樣子的事情 有誰會知道 恩恩爸不好意思 想請問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侯市長剛剛就是一直說 因為他們就是尊教這個中央的SOP 這樣子 就是這個流程啊 然後就想強調說 中央說新北市沒有延誤就義的狀況 你怎麼看 我再重振一下 第一個侯市長都說中央 中央哪份指引下是白紙黑字拿出來 哪個文字這樣子寫 好如果他要講的是去年中央頒布的 什麼6月1號那個指引 都是說昏迷直接出車 同步積極聯繫衛生局 同步哦 新北市政府做什麼事情 衛生局要聯繫好醫院消防局才能派車 是一棟等一棟 衛生局又剛好完全消失 這叫援引中央指引嗎 我不懂 請他把哪個法規叫他拿在手上白紙黑字念出來 我會給大家聽 不要打這種模糊杖 大家還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 我這邊沒有問題 請大家還有其他問題要問NN爸嗎 還是NN爸有沒有想補充 好 那我最後跟侯市長呼籲啊 侯市長今天看到你的態度有改變了 我還是 就是在想再問你一句話 你聽到這些關鍵的錄音檔 不管是橫像 或者我老婆的報案電話 你到底是什麼時間聽到的 你在第一時間4月中下旬 你們內部檢討報告 你就聽過了嗎 你的感受是什麼 如果你都 聽完還覺得你們內部沒有問題的話 你今天不用道歉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你們內部的問題 那請趕快啟動你們的行政調查 把所有真相看該還原 結合你們之前內部做的報告 提供給我 也提供給公眾知道 讓大家 集合眾人的力量跟智慧 一起來檢討你們的SOP改進 是不是達到 盡善盡美 能避免下一個社會悲劇的發生 不只是為了人也是為了大家 今天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到 新北市這種恐怖的糟糕的狀態 我希望侯市長你要認真面對這個意義 而且做出實際的作為 不要再空口說白話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物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